蔬菜这个列别分了四个列别 第一个就是促进精神代谢的菜 浮血造血的菜 以及十字花科抗癌的菜 增强体力耐力的菜 那这样子吃下来 其实我的身体打扫就很好 那就很像我自己站好的装脚一样 所以有一天出病来的 我的免疫力下降了 其实你是不会被推到 这是我们一直在推的一个概念 只要我吃对了食物 其实是可以 要透过蛮多保养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十几年来的一个经验在这里 所以一直全餐都是我们生育厨房来推的 那现在以前可能只想想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云林从我们苏建坛 他来领军之后 他发现他一直在做云林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叫做农业大镇 所以发现他一直在推农业的一个首都 然后在很多农民去做无独的耕作之后 很多年轻人回来了 但是这些人是需要我们更给他更多的支持 所以现在你们吃的菜 几乎都是来自云林当地的农民的耕作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的食材处理的 以前可能会要找到安全的蔬菜 可以慢慢的要透过到山上到其他选择 但是我们发现食物里程这一端 我们也中吃到了 然后也看到云林很多的回来 那回来了很多年轻的农者 所以他们中的菜是我们一定要跟他支持的 所以现在你们今天吃到的 有一些面条可能是哪一只外一只 但是几乎食材的部分都是当地农民的内蒸 他可能还没有拿到有机的认证 但是他不用外形的农华 他现在是采的是自然农华 但是在这一段 我们如果给他一点点力量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走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机会 都是以当地的农友 那这些农友可能都是比较小的 他们可能刚刚刚都是 刚完成的他是农业专班的训练的 当然也有大农场的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的菜你们就可以依照这样的部分来说 那当我如果有不清楚 或讲的我讲的不够详细的 你们想要了解 我待会儿会给你我的名片 那我们再 因为我们会带你们来吃饭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很饿了 所以我会给你们一起我的名片 然后我再做吃一下一家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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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快来吃饭 嗯 因为我怕有肥肥 有点子 有点子 有人会想到 我怕我才会有一个 我有点 有点子 我怕我怕我怕你 要怕你 他怕你